乌克兰大学宿舍窗户碎裂 门前还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这是俄军当地时间8日 对乌东克拉木托斯科市 发动的飞弹袭击所致 除了画面中些微毁损的两栋宿舍外 似乎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却宣称 这波攻击一共歼灭了600名乌军 俄方表示这次的攻击 是要为日前被炸死的 至少89名俄军士兵展开报复 不过俄罗斯过度谎暴战机 马上被路透社以及当地官员给试破 路透社记者采访当地居民指出 俄军飞弹只有擦边球 连目标都没有打中 更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俄军对乌克兰平民区 发动看似永无止境的轰炸之际 也调动大批地面部队 强攻乌冬战略重镇巴赫姆特市 普丁麾下佣兵团瓦格纳集团首领 普里格金 当地时间7日透露 俄国不惜蒙受庞大损失 也要拿下巴赫姆特市的原因 普里格金指出 巴赫姆特市底下 升达80到100公尺的地底 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地下城市 不但可以容纳大批军队长期驻扎 就连坦克还有装甲车 都能在长达100多英里的地道自由穿梭 这让巴赫姆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俄军一旦夺取这个独特的防御攻势 就能存放大量武器 对莫斯科来说是显著的战力提升 普里格金强调 瓦格纳集团绝对不会放弃 已经延续五个月的巴赫姆特攻坚行动 不过美国官员却认为 普里格金目标绝非军事用途 而是想要独霸巴赫姆特地区 广大的矿产资源 根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每周六晚间八点 看见新东协用一小时 带你掌握东协商情 正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